大家好, 我是李施哲 施哲這個稱呼, 我又不習慣叫道館 所以你們還是叫我做施哲吧 《飛鎚音樂幹線》 其實是我進了TVB第一個節目 我覺得這個節目是最好玩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整個畫面裡只拍著我 基本上, 我說話的自由度有多大 另外, 我也有兩個節目很深刻 一個是《開心新班子》和《風樂今宵》 這兩個節目令我終於知道 什麼叫應變和群體合作和辦理 老婆, 發財了, 我撞了三件事 我撞了三件事 老公, 我們去夏威夷華雪 還是瑞士花太陽? 你哪兒沒所謂, 趕快把衣服拾出來 可以了, 老公 老公, 這麼晚我們去哪兒環遊世界 誰說去環遊世界 不是環遊世界 那你叫我撿衣服拾出來幹甚麼 我叫你撿東西走, 我忍了你十八年了 我這麼無想做不實現 冷靜點 原來不是火粥, 怎麼這麼炸煙 不是吧, 我們燒雞翼而已 不要, 用水, 嗎? 肥子都走 白色的火, 火速車 真的 孫節走八夜路線 去磨練戲演技, 我覺得是 今天是六月十八日 對婦女來說非常重要的一天 因為…很厲害 就是這個名外沙基灣 家庭及婦女服務中心 今天正式啟用 它會以一個綜合的手法 幫助婦女, 匡乎社會的圈子 更加提升婦女作為母親 和太太兩個角色的能力 我是丁爺 小弟最近小煮東西吃 忙於我另外一個強項 其實我很打托 失敬… 所以我想趁這個機會 他想介紹一下我一部新的打功夫電影 不是說我和他嗎 我覺得他甚麼都做 唱歌、做的事、拍攝 我記得和他做了幾個表演 很有beat,很有能力 愛慕 愛慕 整首歌都是唱愛慕兩個字 沒有… 沒有良心… 對… 我知道你好像要做一些厲害的事情 在狂練吉他 謝謝你 練得… 我這塊皮, 很細小的 很痛 你給我… 彈傷一下, 很痛 就是想一邊唱, 一邊彈 我是李施哲, 做事一定不會早撇